这本科学与环保意义兼具的展示空间 开幕活动中在校长贵宾共同按下启动钮 并且在大家手持环保小绿灯的荧光点点祝福下 荧光所在正式启用 为了创新推广萤火虫教育 校长将博物馆理念带入校园 在富裕及养殖萤火虫的场域之外 在规划一间可以作为长射展的空间 展示不同种类的萤火虫 还有不同时期的标本等等 展馆入口处陈列一只黄园银立体模型 栖息在树上 它是崇德国小最常见的萤火虫 崇德国小是萤火虫特色文明 学校除了有萤火虫教室之外 我在想说其实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推广教育 因此我们把萤火虫把它做成长射展的方式 那长射的看板就包含了可以翻翻牌 也可以抢答 也可以透过显微记来观察萤火虫的实体 那另外呢 我们也透过一些桌游的活动 让小朋友可以直接进到这个展场里面 就可以了解整个萤火虫的生态 萤火虫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学 跟它的一个历史呢 很完整的浓缩的可以呈现在我们崇德国小 那这过程当中呢 除了网罗了我们各地的所有的一些萤火虫的这些标本之余呢 那针对我们戏子辖校 所有大概有13种的这样的萤火虫呢 在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长测馆呢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呈现 有这样子的一个延续跟发展呢 我相信对于我们的孩子 对于这些生态呢 有可以更进一步的认识 西北市议员周二林已建议款协助学校 丰富孩子们的学习 这一天也到现场看看 展场里有许多的互动设计 这片主视觉墙以生态图像为主 包含了水田 森林步道等不同海拔高度的棲地环境 孕育着各种萤火虫 周边则是展示了20几种萤火虫的照片 孩子们只要按下物种分类 或是想知道戏子区有几种萤火虫 按钮就会秀出亮灯答案 我们是萤火虫主题的长射展 所以每一个墙面都有 针对萤火虫不同的主题呈现 例如它的生态 例如它的环境 例如它跟人的关系 或者我们戏子地区有什么萤火虫 都可以透过它们的动手操作 或者观察 找找看萤火虫在哪里 那在过程当中呢 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长射展 它应该未来还有很多不足的部分 校长有提及到 可能未来会扩充一些硬体设备 比如一些电视啊 可以让我们更具体的呈现更动画 更动态的这样子的影片 来提供教学 那雅玲当下呢 不假思索 也承诺了未来这些 电视的这些设备呢 雅玲也会全力来支持 有丰富的展示看板 生动的立体模型 也透过有趣的数位互动 还有抢灯跟翻牌 寻找线索 更进一步认识萤火虫 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提升学习成效 更了解如何守护萤火虫 以及爱护环境的重要性 就从慧玲西纸采访报道